這個影片來教大家怎麼拆RAV4 5代的門板 基本上5.5代都一樣 那門板呢,是這邊會有螺絲,這邊也有一個螺絲 然後 等一下這邊也有一個螺絲要拆卸 然後這邊呢 你要先到這邊有一個缺口 然後這一支呢,我們把它扳開 把它撐進去 然後再扳開 然後就是扳開,等一下我用一個影片上去架設 然後再把這邊,因為這邊有裝 門碗燈啦,所以這門碗燈到時候 會有條線 我再把它,其實就把它 弄出來而已 OK 好的,我們就依剛剛的私作 我們把這個門的部分 拆卸開 就這樣 充序的這樣拆就好了 然後再充氣進去 然後再充氣 那到最後其實這個,後面有一個卡拉扇 插進去的 其實弄出來就直接掉出來 把它先放旁邊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齁 我們把這個門碗拆下來 把它稍微拉開 其實看要從哪一個方向都可以 它只是一個撬板而已 因為我這是有門碗的燈 那到時候再跟那個 東西一起下來就好了 可以看得到齁,這邊有一顆螺絲 然後 這裡面 這邊最裡面有一個很深的螺絲 看得到嗎?有一個螺絲在這裡面 螺絲在裡面 然後呢,這邊也有一顆螺絲 所以總共是 一 二 這個我們把它對焦一下 一、二 三顆螺絲把它採寫下來 我們把這個拉出來 先把它拉出來 搭裡的拉 拉出來以後呢 每一個都拉出來了 拉出來以後呢,每一個都拉出來了 它就可以往上去 往上去就卸出來 這裡面齁,可以看得到 我們把這個 抽出來 這個是那個 那個鎖門的 把它拿出來 這是一個球 這個球 可以看得到這個球就是 只要把這個球拿開 到時候放回去 一樣這個球 放到裡面去 這個球一樣放到裡面去 然後勾起來就好了 這個拆掉 這個是我們 深漿方的 駕駛座那邊就比較一大刀 好的,我們現在整個門板都拆下來 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後遮 後遮鏡那邊 你要跑下來的話 這邊要 要把這邊 這邊取 取下來 然後我們從這邊呢 你可以用一個比較硬的鐵絲 從這邊穿到那個 後遮鏡那邊 如果有需要 接這個 後遮鏡如果常在供電 想要接的話 就是從這邊接過來 接到這邊 然後你看我 現在是收在這裡 然後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一個 在這個門板這個位置呢 有一個黑色的 黑色的常態供電的 這個黑色線 把這個 後遮鏡這個線 併在 併接上去就好了 這個是後遮鏡的線 併上去就好了 但這邊有其他的常態供電的設備在用啦 所以 我們不理他 反正就是取這條 一樣取這條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有 把這個 紅色線併在這邊 等於說這邊有個常態的 ACC在這個位置 有需要的 朋友是可以在這邊取電 因為我們的後遮鏡有一個功能就是 他 打方向燈後 會有一個 那個 一個動態的一個畫面 動態的一個LED燈顯示 那這一個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看我另外一部影片 我等一下再把連結貼在 那個資訊欄下面 就是一個動態的畫面 然後大家有需要的話可以去 研究一下 那這個拆門板的地方呢就是在這邊去 連接 大家可以看一下 紅色的地方 看你要怎麼走線都可以啦 走下來 那這邊是我自己貼的資訊墊 看看就好了 因為資訊墊只是貼個意思而已 反正我自己多買了一些資訊墊 把它貼起來而已 有需要就直接拉 拉起來 OK 這門板你要翻回去等一下就是 那個 開門的球跟那個 鎖上的球大概就是這個位置 等一下把它放進去然後扣起來 卡在這個地方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要翻回去之前呢 我們先把插頭插上去 因為插頭到時候就忘記插插頭 我們就 不要再拆門房子 那再來就是放這個線 先放 衣服那邊 好這邊如果要鎖回去的時候呢 一樣 就是這邊有一個螺絲 三個螺絲鎖回去 然後這個要裝回去的時候 這邊要先卡進去 再壓回去 再壓回去 那當然這個步驟呢 我們先把這個門板 壓上去的時候 它有每一個卡榫把它壓上去就好了 不用特別勾啦 因為上面沒有什麼勾的地方 就是 壓進去 它就直接會卡到它的位準 所以裝回去是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複雜 那以上呢就是我分享這個門板的拆裝方式 那當然還有那個 怎麼去從那個 後世紀那邊接一個常態電來這邊去做一個 流水燈的一個 一個動態效果 可以大家看 再看我另外一支影片 謝謝大家